宋总 习车说今天一定要继续真人秀的拍摄 好 我先处理公司的事情 晚点回去拍摄现场 宋总回来了 好忙啊 这个是上个季度的报表 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 销售额很好啊 宋总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销售额的增长都是也不错 但我并不觉得你这么做 能给我们茂林带来什么好处 我记得当时您聘用我的时候 态度可是用人不一样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结果就行了 你根本不必在乎我用什么方式和方法 因为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 这不代表你可以越界 来了茂林就要遵守茂林的规矩 明白吗 请总监 宋总 您言重了 我只是希望KL能够尽快 在茂林得到收益和回报 这样也有利于其他的大品牌 效仿入驻嘛 长此以往 一旦KL撤跪 就会带走百分之七十的核心客户 这一点真的看不到吗 对 这一点 确实是我疏忽了 还是宋总有远近 我记下了 好 会做调整的 先走了 服装拿回来啊 好好把那件服装拿回来 好 来 我让导演清场了 所以转没别人 杭宇 当初我答应嫁给你的时候 我真的有想过放弃泰球 接下来的人生 只要照顾好你 晨晨和爷爷就够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吗 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你心里有其次了 但我不相信你心里只有他 导演好 你好 还没开始录制吗 金小姐说要清一下场 单独和宋敏谈谈 我自己上去吧 你们在这儿等我 行 去吧 当初 你就是在这儿跟我求的婚 现在重新坐在这儿 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金一辰 你过分了 齐思乐不在这儿 我就想让你 发自真心地告诉我 你真的无所谓了吗 不是没所谓 你在结婚前夕 突然决定出国集训 你知道对我伤害多大吗 对不起 一开始我的确是一边想着你 一边要恨着你 但慢慢地我就麻木了 从那之后我对我的感情 不抱任何期待 直到思乐出现 我才感觉 原来我的心还是可以跳的 对不起 我很感激 你在我人生低谷可以陪着 我也会怀念过去 但今天也只是怀念阿姨 回不去的 跟自己和解吧 我不要这个冠军了 我不要这个冠军了 还不行吗 你不是一直都很能包容我的任性吗 为什么现在还不行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这过程会很煎熬 但只能靠自己 我只真心祝福你 可以早点走出来 好 思乐 免礼藏真的祝福语都备手了吧 这涂迷花的花语可真够绝的啊 这涂迷花的花语可真够绝的啊 我可能要辜负你们了 这个胸针的设计 我在交稿之前做了一些修改 本来还有些犹豫的 但是刚听见浩宇和金小姐的谈话之后 我更加确定 我的这个修改是正确的 现在盒子里装的 现在盒子里装的 就举行了 这一帮了 优优独播剧化 你 父母 mol 别怪兔阳 我不可能 你去述一下 不拼回一点 你问过 你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知道了 斯朗 有个好消息 什么 我们真人秀播出这段时间 还真的带动了整个商场的流量 太好了 还有啊 刚刚金一辰打电话跟我说 她决定去国外治疗 准备参加下一届斯诺克 真替她开心 她终于能够面对自己的病情了 不如把她请到家里来吃饭 给她健行啊 嗯 多听你的 澄阳喝水吃菜菜 澄阳喝水快点吃菜 找哥哥 找哥 找哥 找大 找大 快游泳 快点 快点 快点吃 快点吃 阿姨 你好 阿姨好 阿姨好 妈妈说今天家里来客人 是你吗 是我呀 你是谁呀 我叫七子轩 是我妹妹 妹妹 阿姨 我好像在电视上看过你 你是大明星 对不对 什么大明星啊 我只是你们爸爸妈妈的老朋友 你妹妹真可爱 那当然 阿姨走 我带你进去 好 程程 走 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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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